Hello 大家好 我是DBC數碼電台的艾莉庭 今晚在這套絕地戰場 若然大家對一些戰爭片都已經有格式化 覺得軍人很有型 戰爭是很正義的 這套是完全顛覆了你的想法 讓你知道 其實戰爭在這個世界上的目標 是會令到很多傷亡 很多不開心的事發生 或者很多加散人亡的情況出現 不過 我都誠意推介大家看絕地戰場 翻譯了5號 為什麼? 因為和平 Peace 大家好 我是DBC 其實我剛剛看完絕地戰場之後 其實整場戲當中我一直都覺得很緊張 還有在全程的過程當中 你都會發覺原來軍人 在他每一步 或者每一句話 都有一個這麼大的回響 當你可能看一些戰爭片的時間 或者看一些生日片段的時間 你以為好像很簡單 其實原來軍人每一天在戰場上的生活 是這麼困難的 看完後我覺得應該要向一些 在戰場上的勇士 或者陣外勇士 要致敬的 如果你想感受到戰士方面 在戰技上的一些感覺 你不以守護 要留意絕地戰場 到時見 Hello 你好 我是網台主持人 我叫做執筆 剛才看了一套絕地戰場 裡面除了很多血腥的場面之外 其實是說很多裡面的士兵之間的兄弟情 很開心 看到很多士兵之間 雖然受傷 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他們都是不離不棄 都是會把大家的生命放在自己的第一位 而且在裡面也可以見證到 其實戰爭可以帶給別人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也是大家要知道更加學會怎樣去和平相處 因為戰爭也會令到很多士兵和自己家人 可能分開 或者很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大家要更加學會珍惜自己眼前人 珍惜自己的家人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值得推介大家要來看這套絕地戰場 第25號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要更多支持